今天我们给大家来讲一款汉泰的一个直流电源 我们今天用到的型号是HTP-135V6A 这是一款35V6A单通道的直流电源 然后它这款电源的话是标配了快充充电接口 而且可以选配那个US颗离的232通信接口 这是它里面的一个包装配件 有一根源线 一个红黑夹子线 电源线的话 根据它上面的标签所示的话 可以配欧标 美标 国标 英标 我们现在把机器拿出 机器是全机首外壳 非常轻巧 重量应该在一公斤左右 后面我们这一款是不带通信接口的 我们这 在它前面是带标配的 所有全系列标配US快充接口 它是5V到12V的快充协议 支持多款的快充协议 另外它可以保存十组的数据 然后是从M1到M10可以保存十组我们常用的一个输出设置 我们今天给大家再测一下这款机器的电源纹波怎么样 我们现在给它开机上电 我们今天用到的机器测电源纹波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电源 然后加上试播器 还有一个负载 我们现在把连接线给它连接上 我们会用那个测试工装 这样的话更简单操作一些 首先我们需要再把这个电源调到它最大的输出功率 它是35V6A 然后我们把探头接上 输入探头 然后负载 我们现在把电源打开 负载打开 我们把试播器的那个调整一下试播器 首先我们需要把那个试播器打开 带关线制打开 然后我们的方式选为交流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测量 现在它在负载满载的情况下 它的峰峰值是24毫弗 它的语效值是4毫弗 适得的试播器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用试得的试播器来看一下它的文波怎么样 我们打开电源输出 然后打开负载 试得的峰峰值也是25毫弗左右 然后它的试播值是3毫弗 这边这个电源的稳定性还是比较好的 它的噪声是比较低的 现在这一段试播器 请请统ίес 需要大家订阅 请统ί化